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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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这个 翻转 在2018年台湾大家引领期盼 就是这两个字翻转 结果果不其然在11月24号这一天 台湾的民众用选票翻转了台湾 因为台湾在过去两年八个月的过程当中 可以说非常的闷 在两岸关系上面迈入了一个谷底 大家都觉得不痛快 因为大家都希望两岸关系好 台湾才会更好 大家的收入都缩水 大家对执政者也非常的不满 所以大家希望用选票来翻转 果不其然台湾翻转了 好 翻转台湾 军伯 你呢 我的词有点长 但是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就是确认过眼神了解一下 那大家一定会说 这个好像是两个嘛 对不对 没有 我跟各位讲 本来就是因为某个歌手 他那一首歌 那他确认过眼神 有点类似就是说 我看到你了 我召会过了 我懂了 我了解你 I got you 这样子 那了解一下呢 大家晓得这个前一阵子 这个有两位巨星啊 他在某个视频里头出现的时候 被粉丝包围 结果呢 他们都觉得这两位巨星变胖了 所以就有一个粉丝突然大喊 陈毅旭 健康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 减肥啊 瘦个身啊 所以了解一下就变成一个 你应该要做点功课吧 所以以后 制作人常常都会跟我讲 每次发我通告都讲 江中博 这个 脚本run down 了解一下 意思就是 了解一下 了解头车 对对对 好 刁学长您呢 这个 我写的这两颗字 寒流 我想应该是过去这一年 全台湾老百姓 望闻生意 都一定是会心的一笑 那我自己写这个呢 是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我真的是认为 这个过去这一年 其实本来我想写 韩国瑜三个字 我认为他代表三个意涵 第一个就是 事在人为 他真的就是一个菜农 瓶着一瓶矿泉水 翻转了整个台湾 就是刚刚社长讲的 真的是翻转台湾 然后呢 第二个意涵呢 我觉得他代表的是 民心思变 所以这次韩国瑜的当选 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民进党 是很大的冲击 对国民党也是一样 我认为他对整个台湾 都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 第三个呢 我基本上认为是 在我们蓝营 蓝军的朋友来讲 在上一次国民党大败之后 我们一直在期待英雄 所以我真的在韩国瑜身上 我是看到了所谓这个 时事造英雄 英雄造时事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 寒流这两个字 听起来好像是寒流很冷 其实我觉得它是暖流 我觉得它是一个正能量 寒流两个字代表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蛮正面的形象 谢谢 确实 而且在这一年以前 我们讲到寒流 还以为是这个韩国文化的入侵 但是现在这两个字 有完全不同的这个翻转 好 汉婷 其实我也写了两个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大陆的 一个是台湾的 那大陆这边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skirt 因为中国新说唱里面 吴亦凡 然后常常在讲skirt 那他基本上就是强调说 很帅 很酷 或者很满意很高兴 那当然也衍生出来各种的含义 比如说skirt而止 就是适可而止 反正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衍生用法 那虽然呢 好像在外国原本的嘻哈说唱里面 skirt不是一个什么 太特别用词 它好像是 MV当中 汽车开过去 刷过去的一个引擎 然后跟地面的摩擦声 但不过反正 在这个综艺节目上 然后反正大家就拿来用 所以它可以表示 很酷的意思 那再来呢 我觉得台湾去年让我觉得最洗脑的就是 豁出的去 人静的来 高雄发大财 那这一样 也是韩国瑜所说的 充分表现出了 大家想要赚钱吃饱 然后发财的一个心声 那当然韩国瑜的一些效应 跟对台湾的影响 那不论是从去年到今年 都还在持续的发酵 那前面的来宾也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雄发大财 其实是一句非常洗脑的话 高雄发大财 台湾发大财 好 露西 我也写了两个词 第一个词是C位 这个是 其实 其实这个词应该 很久之前就应该 它是有一个在中文里面的意涵 就是比如说中心的位置这样子 但是C呢 是这个英文center的这个代名词嘛 那也是跟 今年在两岸都很红火的 这个娱乐节目 也都有这样子的关系 那第二个词呢 是真相 可能台湾的朋友还不太熟悉 或者是不太在利用这个词 但是在大陆 尤其是在微博上面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用这个词 它的意思呢 是表示 我原先对一个事情 有这样的一种设想 可是最终的结果呢 是打破了我 自己立的那个flag 就是我曾经说过的话 我要食言了这样子 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的 就是真相预警 就是希望大家 在说话做事之前 还是要多多考虑 就是避免真相这样 好 避免真相 我也写一个 我写什么呢 我写巨音 巨音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巨音指的是什么呢 当然他是一个巨大的婴儿 望闻生意 也就是说明明是成年人了 但是心态呢 还停留在一个小baby的阶段 怎么样呢 比方说我造个句子 比方说前阵子我们就看到 在这个败选之后呢 独派的四大巨音 要对蔡英文逼宫 特别是呢 我觉得台湾的政坛上 有很多很多的巨音 这种成年人 但是呢 只要事情不如他的意义 他会瞬间这个情绪崩溃 马上台湾的领导人 这个大选又要到了 所以台湾会有更多更多的巨音 希望能够早早退散 好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 从翻转一直到巨音 中国给大家看一下 过去的一年当中 哇 这个网络流行用语变化得好快 对 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 洗脑用语很特别 一点都不刷屏 因为上面一片空白 我们今天采取的是 点一下就叫出一个词了 大家顺便也可以来猜猜 这些词有什么意思 尤其我们要请对岸的朋友 李翰还有杨一 来看一些我们台湾 有些可能我们在座来宾 都搞不清楚 乌煞煞 乌煞煞的哦 点第一个 母汤 母汤是什么意思 你还会说有母汤还有公汤吗 OK 好 我们其实也用秀芳姐的逻辑 我曾经问过了几个老师 我们这几位老师解释的 都非常的有逻辑性 她也跟秀芳姐用一样的望文生意法 母汤 母亲做的汤代表爱意满满 所以母汤就是一种爱意的表现 跟你比个爱的形状 所以就说 哇 这部戏里面好多母汤 好多爱哦 你邪格我的信 好多母汤 错 想太多了 母汤其实就是台湾一句台语 叫做我们您南话所说的 不要 我们刚才陆生讲的 没有错 怎么会跑出这句话来呢 就直接就是音刚好类似嘛 那源自于台湾有一位网红 这位网红呢 他因为在他的这个影像里头呢 他去表达了一件事说 你不要对我怎样 不要对我怎样 他突然就讲出母汤喔 所以呢 母汤就是不要 母汤就是不要的意思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窺姬服来爹 又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我们现场来宾知道 问了其实也没意思啊 所以这个 对 窺姬服来爹这难度太高了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要请对岸的 这个来宾嘉宾跟主持人来猜一下 再请教李翰跟杨姨啊 李翰杨姨是在猜 窺姬服来爹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台湾的这个网络用语的热搜榜 都跟母亲和父亲有关 哈哈哈 台湾呢 真的是我们长得父子子孝 到最高的境界了 所以这个福来爹 是不是说爹特别有福气的意思 你觉得呢杨姨 我怀疑 我怀疑又是一个 从米南话来的 一句变音的一个话 对 还有刚才那个母汤 你知道吗 昨天我问过我的一个同事 我说你知道母汤是什么意思吗 他说母汤 会不会就是母亲的乳汁呢 天啊 这相续甚远啊 是 所以刚刚听到了李翰跟杨姨啊 他们也是一样用妄文生意法 其实很接近喔 真的很接近喔 来 虧在台湾这边呢就是吃虧嘛 我们常常讲 被虧了啊 吃虧了啊 对不对 那鸡呢手无伏鸡之力嘛 虧鸡 感觉这个人就是又吃虧 就是有点我们讲的 就是呆呆的 傲傲的 对不对 这个憨厚憨厚的 伏来伏却来了 爹就是大叔嘛 虧鸡伏来爹很简单 就是大智若鱼嘛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有时候你这个 你退为进啊 看起来好像笨笨的啊 其实啊你福气就来了 想太多 哪有那么多解释啊 虧鸡伏来爹 真要用万文生意法 那意思真的是讲不完啊 虧鸡伏来爹 真正的答案 你一定会 从椅子上面摔下来 叫做 Crazy Friday 而且讲的时候呢 一定要加上这个手势 Crazy Friday 那为什么又要比这个呢 Crazy Friday 原来啊 是当初啊 去年台湾在大选的时候呢 在台南有一位猜选人 然后呢 他走出来 他就跟大家说 他要办一个年轻人的party 然后呢 他就说 年轻人的宠儿 Crazy Friday 结果他把Crazy Friday 念得 有台语腔 又有日语腔 然后很奇怪 最后呢 大家就把那个 瘋狂中午 Crazy Friday 就直接叫 Crazy Friday 什么意思 没有任何意思 就只是Crazy Friday 而已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 蜂蜜檸檬 我想这个就不猜了 这个呢 就是因为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呢 台北市有一个参选人啊 他在他的政宪發表会上面 讲着讲着 他突然就离题了 他就突然说 我这边下面长了一个小肿瘤 小瘤 然后又有汗泡疹 可是我喝了蜂蜜檸檬水之后 就好了 那后来呢 很多人就把这个词延伸成 就是说一个人 他需要压压筋的时候 要不要来杯蜂蜜檸檬水 比如说汉廷 要不要来杯蜂蜜檸檬水啊 压压筋啊 汉廷需要 对对对对 因为汉廷最近 刚刚当选新科的名义代表 恭喜他啊 所以他可能需要来杯蜂蜜檸檬水 他这一年惊涛骇浪 对 那也套用我们秀芳姐 最常讲的口头材 哈密瓜有哈味 蜂蜜檸水别有一番 风味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怪怪的 这个如果要猜就太浪费时间了 怪怪的 是因为台北市的领导人啊 他很喜欢讲了一句口头材 反正你不管问他什么 他最后就用这句话来做结尾 有点像我们刚才讲的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的一个语助词 怪怪的 他也不一定是真的觉得怪喔 他反正就是用这句话 来做个结尾 好 怪怪的 这个结尾挺怪的 挺怪的 而且也要 可能这个社长也许就比较了解他 他这个讲话还会 这个头会晃 怪怪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 要打去练武士打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但是他的来源出处很有意思 因为有一部片 这部片是过去的一个 旧的偶像剧了 剧中有两个主角 在雨中打斗 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碰到 却可以打得好像一副虎虎身锋 旁边的女主角还一直说 拜托你们不要打了 他们就没有打起来 因为都没有碰到 所以后来这句话 剧中的台词 要打去练武士打 就成为了一个 网路用语的热搜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 确认过眼神 这刚刚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 确认过眼神是林俱杰的一首歌 在里头他讲这个 最势必里头有这个歌词 确认过眼神 那现在就有点 变成就是可能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确认过眼神 社长你好 确认过眼神 副社长你好 确认过眼神 我们现场的来宾 还有我们陆生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来了 谢谢欢迎大家 这样子 就是一个了解的意思 干大事 这直接就从字面上去翻译了 因为台湾有一个团体 他们唱了一首歌 这首歌真的是在台湾的大街小巷 还有包括KT里面的点播率 我们现场摄影大哥都很清楚 几乎一进去就先点这首歌 然后就开始 因为有时候他们觉得 唱这个歌很有江湖味 很有江湖味 很有那种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宣泄心中的不满 就干大事 就这样 那其实意思也很明白 意思就是说 歌词里面大概是讲说 你男人要一番出席 要一番作为 可是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在歌词里头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 我们讲的江湖兄弟的感觉 讲的时候 这个手还要这样比一下 就汽车轮胎摩擦地板的声音 是外国的说唱的歌曲里头 演唱者常常会 随性的加一些怪声音 因为外国的说唱歌里头 常常有车子 所以那些唱的演唱者 就会帮车子的摩擦声配个音 Skrr skr 结果台湾这边 或者是对岸的朋友 就把它延伸成 就说好厉害 秀芳姐 你叫Skrr 社长 今天你穿的好Skr 副社长 今天你的发型 正Skrr 就很棒的意思 这些您都有听过 或者有用过吗 好 中国给大家介绍的 是2018在台湾的 这个网络流行用语 我不知道李翰 还有杨仪怎么看 虽然我是台湾人 这些我都明白 那么我也偶尔会用 但是我还是觉得 真的是很难 比方说什么 亏机弗来跌 蜂蜜柠 完全没有这个逻辑 妄文生意的话 猜出来呢 十万八千里 我不知道杨仪跟李翰 你们怎么看 偶尔也会用到 觉得有趣吗 是的 秀芳姐 我跟你感受 还是蛮相似的 我觉得这些网络用语 似乎50%以上 我都不太熟悉 包括这个 如果说我现在突然 跟杨仪说 杨仪今天好Skrr 你是不是觉得我非主流 不是 我跟你讲 Skrr这个词 是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看今天我们在盘点 说2018年 有什么网络用语的时候 还在说Skrr 可是实际上 现在这一刻 如果你出去跟别人说Skrr 人家会觉得你已经过气了 就是这个词 其实是 应该是18年的夏天的时候 最火的时候 可是我们现在 因为已经到了冬天了 那现在最火的 应该是什么 你觉得 我现在还真不知道 现在最火的时候 但我现在会觉得 就是你出去 再跟别人说Skrr 感觉就是有点 你知道这个梗有点过了 对 然后我 其实刚才看台湾的这些词 我就发现有一点 就是说互联网的力量 还是很强大的 像刚才他说 那个练武士 那个梗 我其实知道 因为我在那个社交媒体上 其实也看到过 这个就是他 其实应该是大概 十几年前的一个 台湾的偶像剧里面 这么一段 然后大家就打 那个视频结束 就是感觉说 就很奇怪的一个画风 就是两个人感觉在打架 但是其实是像在 尬舞一样的一个状态 这种从 大家的年轻时候的 就是或者是说 我们青少年时候的 一些回忆当中 引发出来的一些 这种就是重新回味的 这么样的一个 当年觉得 哇很酷很帅 可是现在发现 哎好尬哦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互联网的这个 力量在现在这个时刻 真的还是非常强大 就是当一群年轻人 或者当一群人 他们在互联网当中 有自己的一个共同的梗 然后会心一笑 确认过眼神 会心一笑的时候 然后这个词 才会真正的发挥 它的那个作用 嗯 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互联网的作用 的确是非常的强大 像Skyr QRENGO眼神等等 我们两岸的网民都会用到 但是还是有些差异性的 比如说这个母汤啊 之类的 我们可能就不太懂了 所以我们也看一看 2018年咱们大陆的 最热的网络资予是什么 请中博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看看 我们对岸的这个 网路用语热搜榜 一样非常的特别哦 凉凉 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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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觉得其实从字面上来看 意思应该不难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只是在讲最近的气温比较凉 它意思是讲 好惨 好悲惨 好凄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想的 对岸有一部很有名的联系剧 那这部这个联系剧呢 它的片尾曲呢 就是有这个歌手用了 非常的哭腔的这种腔调 然后唱了跟这个 虚剧里头内容 这样很悲情的一首片尾曲 那这首歌就叫凉凉 就是这个 333是这个百里桃花里面的这个片尾曲 好所以呢就是形容一个这个结局 或者是说这整个过程啊 让你觉得很悲戏啊 就直接讲凉凉就好了 或凉了凉了凉了 就是你讲的这个老掉牙的情话实在是太土了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slogan啊 slogan的情话啊 比方说什么 你是我天上的云 你是我地上的什么之类的这种 大家已经不太想听这样子的这种 太我们讲的这个太老梗了 C位 刚刚我们现场的来宾陆生有提到啊 就是大咖的位置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讲说像主持人不算的话 今天我们的来宾里头 社长副社长是我们的C位 他是我们的前辈 坐在我们的主位 我们这个我们等于有点说 我们要追随他follow他 他是我们的这个一哥 有点这样子一姐 那官宣呢 官宣我就想要请我们这个汉廷 汉廷你猜猜 官宣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知道啊 官宣就是官方宣布的意思 官方公告 没错 官宣就是有点官方宣布 官方公告的意思啊 但是大家可能不晓得 他的出处非常的特别 就是说他其实呢就是因为大陆 这个对岸有两位艺人 他们要结婚 然后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个 社群网站里头呢 就直接说官宣他们要结婚了 不過冯烧峰还有赵丽颖 在台湾也很红 所以这个新闻在台湾 其实当时闹得也很大 对对对 那就后来呢这个呢 这个呢 词呢就干脆就变成就是说官方宣布 后来也就衍生成一种就是 反正你要宣布一件事情 都可以这样讲啦 比方说官宣 我自己说官宣 明天呢这个我们这集呢 要在这个哪边播出 请大家看一下喔 了解一下喔 确认过眼神了 请教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 陆生朋友 杠金你晓得意思吗 我当然知道了 好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好了 你确定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啦 你怎么说你一定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 好这个我就是杠金啊 就是人家其实也 就只是平白无辜 好好的跟我回话喔 我就硬要跟他抬杠 我就是一个那种有没有 喜欢在言语上面啊 杠长金啦 对对看起来也好 就刚刚那个样子啊 看起来就一副就是很 很就是很得力不饶人的感觉 就是这种我们讲的杠金啊 锦里呢 这个我觉得有难度 修法界想挑战一下吗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那就不问你 社长 锋哥就是锦里 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暗示 但我猜社长的表情 确认过眼神 您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完全不知道 对 什么是锦里 那修法界你来公布答案 雕姐也是锦里 对 修法界您直接告诉大家 但其实我觉得锦里 它就是一个很形象的东西嘛 大家看到锦里 就红彤彤的 是 感觉上就是一个富贵好运的意思 对 修法界讲的完全没错 所以这个锦里呢就是好运的人 是好运的人 像我们也可以讲啊 比方说像汉庭 他刚当选嘛 这个民意代表嘛 对不对 以后为我们两岸多尽点心力啊 你就是我们两岸的锦里 这样也是可以用的啊 那像这个秀邦姐长得这样子 这个富贵逼人 然后今天又穿红色的 您今天的穿着真是锦里 人人都是锦里 是 那社长呢 我们两位社长呢 那不用说 是我们这个前辈 在社会上的地位 您是我们社会中的锦里 这锦里其实还蛮好用 我倒觉得这个锦里啊 应该要把它放在第一个 也希望2019年两岸的关系 能够尽力尽力 中博同时为我们介绍了 大陆的流行用语 跟台湾的流行用语 其实跨过一个台湾海下 彼此互看呢 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啊 刚刚我们让这个杨一 还有让这个李翰呢 母汤还有Crazy Friday 把他们搞得昏头转向啊 才搞不清楚这个逻辑 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们台湾的嘉宾 来看一下这些大陆的流行用语 我就想请教一下峰哥 你在家里还常常讲 土味情话吗 基本上我觉得 好像杠精的机会比较多 跟比较熟的人 跟家里的人 跟好朋友 经常杠精啊 因为您的老婆大人是C位嘛 对 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的地位呢 所以只好杠精 现场官宣 所以只好消极的抗拒了 是是是 您当杠精 请要先确认过眼神 否则下场堪虑啊 那当然 哇 惨不仁睹 惨不仁睹 就要量了 量了 汉提你呢 我觉得这个 就是很有趣 因为其实我去年以来 然後因為我還是會拍一些短片 然後我會定期的去follow 就是在大陸熱搜的一些網路用詞 我會專門去找 現在有沒有什麼最新的一些流行用語 所以網路上其實有各種 然後我覺得大陸的這一些用詞 很有創意 就看到會很搞笑 比如一開始去年早期的時候 有提出一個什麼 就是跟秀字有關 所以你來秀一下 你來秀一下 然後就會有各種的聯想 就比如說 陳獨秀同學請坐下 接下來我們請陳獨秀同學發言 那你就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很莫名其妙但很好玩 然後每一個詞語它還會再衍生 比如當網路上就有人po了一篇文章 下面就說 陳獨秀同學請坐 接下來有請陳獨秀發言 下面就會有人改編 就說接下來我們有請扁條線發言 接下來我們有請常味來發言 所以這個都會讓人覺得 就是網友的創意非常的無限 然後我也覺得有非常各式各樣的這種新的詞彙出來 其實也都是在豐富我們中文跟漢語的意涵 我覺得非常好 我覺得每一年都要有這種新的詞語 然後非常的新鮮跟好玩 因為我覺得流行語 首先使用的主要的這個群體 還是年輕的朋友 那現在兩岸的年輕的朋友 越來越多都在共享這些文化的產品 尤其是網路上面的這些節目啊 或者是電視劇啊 電影啊等等 那這些文化產品當中所使用的一些用語 就很容易的成為兩岸的年輕朋友 會在平時的日常生活當中 或者是社群網絡當中使用的這樣子的語言 我自己感覺更多的可能是年輕的群體 在比較多的使用 讓這個兩岸之間的這種文化的相容 變得更加的明顯 丁姐你是一位資深的這個文字工作者 你看看這個文字這個演變這麼快 那麼對你來講現在偶爾會不會有些覺得 有點障礙的感覺 我都很怕主持人點名到我 我看你頭一回滴著 我頭一回看到這些字 我記得當年第一次我們講那個火新聞的時候 我就嚇一跳 我問辦公室年輕同事說什麼叫LKK啊 然後全部年輕同事就看著我說丁姐你就是LKK呢 所以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隨便問人家說那個字是什麼意思啊 所以剛剛我蠻認同路希講的 現在網路浮衍迷界 反而是兩個年輕人大概沒有什麼隔閡 反而是我跟我的子女在溝通上 我可能還是要多關注一下這些網路用語 否則都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是確實這個文字語言跟這個社會現象這個密不可分 我們看到台灣在過去的一年當中 這些紅的這個語言呢 大部分都是跟台灣的那場選舉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寒流也好翻轉也好 蜂蜜檸檬crazy friday 都是從這個選舉當中出來的 那我就想請教一下這個李翰 那麼大陸的這些流行用語跟大陸過去一年的 什麼樣的現象有關呢 我覺得這個網絡流行用語啊 的確是反映出了一年當中發生的很多大事 包括各種各樣的情感 我感覺大陸的這些網絡用語 可能跟我們的生活更稀奇相關 是大陸你看剛剛這個總結的幾個大陸網絡用語 可能我大概粗略的數數數 大概可能有一半都是從去年爆紅的一些什麼 網絡綜藝節目啊 選手節目裡面來的 而且就像剛才台北的嘉賓說的 這個東西也已經跨越海峽 因為兩岸的年輕人都在看 所以有好幾個都是相通的 那我覺得其實這兩年 看這個年度網絡用語 有一個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其實剛才漢廷講了一點點 我覺得我可以再把它講完 就是剛才漢廷說到 就是它其實豐富了整個我們所說的 這個中華文字的一個 這個語繪的這個豐富性 比如說像剛才提到這個槓精這個詞 我記得去年我在這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說了 說我這個17年最喜歡的一個詞是矽精 但是今年我還挺喜歡槓精這個詞的 就是你會發現 明年你要成什麼精力告訴我 矽精和槓精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一直都會遇到這樣的人 可是在這麼長的時間裡 我們都沒有找到一個很準確的詞 來描繪這麼樣一個人 結果現在我們看到在網絡的時代裡 在這樣一個大家都可以互相對 然後 而且我覺得網絡語言很有意思 它可能就是本身 我們從日常的這種漢字的這種語意上來解釋 它並不是特別的明確 可是為什麼感覺就這麼到位呢 所以你會發現網絡用語現在就是 它可以非常精確的把那些 其實大家早都在心中共情的事情 用一個非常具體的方法把它點出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是 我認為這兩年就是所謂的網絡用語 紅火之後給大家帶來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其實是一個便利 這些詞當中你會用到嗎 生活當中 槓精還挺常用的 是你跟別人幹嘛 對 就是你會有一個非常準確的詞來形容 這種類型的朋友 對 這個詞我還挺常用的 然後包括像那個官宣 其實今年我覺得好像 我自己其實沒有什麼官宣的 我自己沒有什麼官宣的 但是也會做成一個 就是也是一個很好笑的一個事情 包括像景理 其實景理也是一個老根了 好多年 好幾年前就有這個網上 景理我今年也是轉發過很多次 就是 轉發一個景理 火箭少女娘超越 沒錯 但是今年又把這個梗又重新的 因為這個選秀節目的關係 又把這個節目翻出來了 對 重新帶火 對 然後發現 哎呀 紅樓勳又開始被景理刷屏了 所以看來大家對於好運的期盼 是一直都沒有變的 沒錯 除了這個2018年的網絡用語之外呢 每年這個漢語盤點也會評選出 當年的年度字或者是年度詞 那我們來看一下2018年大陸的年度漢字是什麽 先來看一下 憤 這個詞 我看了這個字 我首先想到的其實是一年前 我覺得真的還是挺有呼應的 一年前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在18年的新年賀詞里 習近平的新年賀詞里 他就說這個幸福生活是奮鬥的 奮鬥出來的 對 結果真的就是這一年大概就是用這個字來定掉了 我覺得其實今年的確確中國就是大陸面對了很多的這個機遇和挑戰 但我覺得每一個我們的每一個這個朋友 每一個周圍的人 其實都在用這樣的一個奮鬥奮進的心態在看待今年所發生的所有的事情 而且呢像我們也知道其實今年改革開放40年嘛 所以這個奮鬥還會持續下去 所以這個這個字還真的是挺非常切題 再來看一下這個大陸的年度詞語 你剛剛也提到了 真的是改革開放40年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對於 對於這個 其實對於所有的中國人來說 對所有的中國人來說 我們都是身處其中 而且是受益者 是 而且其實改革開放的40年 不僅僅是說我們所謂的這個人民的滿足感獲得感啊 這個生活質量提高的40年 其實更重要的是就是開放的40年 也就是說中國其實在過去的40年當中一步一步走向更加的開放 然後就像這個系統書記說的這個開放大門不會關嘛 越來越開越大 其實對於改革開放最好的繼承就是繼續擴大改革和開放 是的 也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姿態來擁抱整個世界 沒錯 那我想問一下秀芳姐這個在台灣啊 2018年的台灣的年度字是什麼呢 好 按照往例我們台灣也選出了好多個字 在十個字當中呢選出前三名 好 大家看到前三名當中呢 事實上剛社長呢已經寫了兩個字翻轉 好 那麼第三名呢是轉 轉這個字呢其實是在今年這個票選十個字當中呢 唯一被認為是比較正面的一個字哦 為什麼說轉呢大家就看到 大家都希望這個2019年之後呢在選舉之後可以給台灣帶來轉動轉變 讓台灣繼續向前行 好 第二個字行這個字也非常好 是由台灣這個行政部門的前領導人張善政所推薦 那麼為什麼呢他就認為這個台灣呢被民進黨騙了很多年 不管是農運也好不管是高雄也好 在這次選舉當中呢大家都醒了過來哦 不再深陷民進黨的魔咒當中 所以這個醒字也是年度代表字 好 另外第一名的是翻這個字 翻這個字呢其實我覺得跟轉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麼這個的推薦者呢是一個台中的地方的法官 那麼他為什麼推薦呢 其實他推薦的原因呢倒不是那麼正面 為什麼呢因為蔡英文政府進行了很多的改革 這些改革傷害了很多基層百姓 比方說他認為年改呢推翻了公務人員對政府的信賴 還有促轉的推翻了歷史的記憶 那麼當產呢推翻了法治的原則 這個那個法官感到非常的痛心 所以呢他提出了翻這個字 那麼成為今年的年度字的第一名 翻 行 轉 诶 漢婷怎麼看這三個字 其實當然主要還是跟去年的大選整體分為有關 因為畢竟去年幾乎是整個下半年都沉浸在選舉的氛圍 所以其實這些都表示的台灣人希望改變 所以翻轉或者是覺醒 覺醒是什麼呢 覺醒於民進黨長期以來的這種操控 或者是覺醒於民進黨長期以來的 他的這種政治的氛圍跟樹立兩岸之間的對立 那尤其在去年的選舉整體上都可以看到 民進黨整體的選舉的思維都還是在操控兩岸 不論是各個縣市的首長 甚至是領導人蔡英文 其實都還是不斷的去強調反中的思維 那麼選舉的結果其實也證明了 我們必須要去覺醒過來 所以翻轉整個希望不僅是政治的環境 也是在經濟的環境 因為在去年的台灣還有各式各樣的公投的題目 而公投的題目 其實也似乎跟長期過去來 我們所認為的主流民意很多不一樣 比如說過去可能在民進黨操弄之下 大家總覺得何能很可怕 但公投的結果告訴大家 大家要以和養綠 那過去來的民進黨總告訴大家 我們可能要支持一邊一國 但其實公投的結果出來 台灣多數人是反對 東奧運動的這個正民運動 這其實都跟過去2014年以來 有很大的一個長期落差 也就是在2014年以來 大家可能都覺得 哇 支持兩岸和平的好像都是少數 但是在2018年的選舉 大家就翻轉跟覺醒過來了 不是 其實支持兩岸和平發展的 這才是台灣民意的多數 那當然不僅是在政治的層面 大家更希望的是 台灣的各個產業跟各個環境 尤其是年輕人不論是在低薪或者是高房價 大家總希望這一些不好的生活 都能夠翻轉跟覺醒過來 就像高雄要發大財 台灣人民都要發大財 那當然講到這個拼經濟 這個貂姐貂社長 我們看到這個旺報呢 每年會聯合大陸媒體 所進行兩岸年度漢字的評選 我們這次也評選出來了 是哪個字 這個字的意涵是什麼 OK 好 這個我先小小廣告一下 這個我們這個活動真的不容易 我們今年是第九年了 這個我記得第一年評選的時候 是兩岸網友是400萬人 今年破了千萬人 然後呢 我們大概中外的媒體 也有200多家華文媒體會來報導 現在呢 據我們的合作方海西城堡說 這應該算是全球第七大的 這個漢字評選的 這麼一個品牌活動 那我還特別記得 第一年我們選的時候 選的是漲價那個漲字 大家想想那個時候 剛好是金融海嘯 兩岸不約而同 就選了漲價的漲這個字 那第二年呢 我記得我們大家選的很好玩 你大家想不到 我們選的這個字是 維你知道 就是那個維 因為那一年流行什麼 那一年流行 維行創業 流行微博 我甚至在想 那一年是不是維信出來了 所以很有意思 那今年呢 我們選的這個字呢 是這顆旺字 我今天因為要上節目 自己還多看了兩眼 忽然發現說 旺這個字應該是很正能量的一個字 那怎麼裡面會有一個 死亡的王字在那裡呢 所以我就還特別 去趕快上網查一下資料 發現很有意思 就是這個最早的時候 其實我們 我們講中國人的象形文字 我今天還特別帶來 因為我們每一年 這個把那顆字選出來之後 還要兩岸的書法家揮毫一下 把這個字寫一下 順便也秀一下 我們中國人的這個中國字 書法真的是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最早的時候 我們的象形文字的旺字 其實是長這個樣 仔細看 它其實呢 這邊是一個人 人 它站在一個高山上 這是個高地 遠遠的望著那個月亮 所以你看老祖先很有意思 可是沒是一個人 為什麼要站在遠遠的高山上 望著月亮呢 這就回到我剛剛講的那顆字 為什麼在那個望字裡面 會有那個王字邊 就我們講那個王字 我回到這邊 回頭來看這個王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 在遠古時代 我們真的講 我們讀論語不是說嗎 父母在不願遊 你沒事 你會出遠門的人 其實都是迫不得已的 你可能時候出一趟 遠門也不容易 你可能被流放 你可能去從軍 所以都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回來 所以一般我們家人 就會認為說 出王在外 是望其還野 就認為你這一出門 大概是回不來了 所以這顆字 就有這個王 這個字在這裡面 而且它這個 而且望著月亮 特別就是我們講 真的就是有那種 流落他鄉 我們講流落他鄉 對月還鄉 所以為什麼有個月亮的月字 在上面 所以我後來把這個字去解讀之後 真的想一想 這個大漢望雲泥 這大漢摘了哪來的雲泥 在大漢的時候 你還要去望雲泥 所以我覺得我們老祖先 真的 我真的講我們的漢字 我們這真的是有智慧 就是在你那麼絕望的時候 你還不放棄那個希望 才是真正這個望字 它真正的含義 所以我就說這顆望字 特別是我們去年評選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決選的時候 是24號在選舉前 這顆字有入圍 入圍之後 選完了之後 韓國瑜又當選了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認為 即使兩岸關係看起來這麼悲觀 因為韓國瑜的翻轉 因為選上了他 大家其實真的是 真的是有很深很深的期望 好 那麼現場的所有嘉賓 我們就在最後 在這個板子上寫一個字 這個字就代表 你對新年的盼頭 盼望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每個人的願望是什麼 好 鐘伯最快寫好 來 鐘伯先告訴大家你的願望 我寫了一個順 順 對 因為在去年呢 我們常聽到初心這兩個字 那初心我覺得是一個出發點 但是呢 接下來就要順心 三蛇而立 四蛇不獲 然後呢 五十之天命 六蛇而順 這個順 因為我認為 從初心出發到最後呢 希望能夠順心 還有一個呢 我也覺得就是說 不管現在世界的情勢 兩岸的情勢 還有像2019年 大家也都覺得 今年的這樣的一個 跟我們荷包息息相關的一個 就是經濟的問題 在這個全世界 這個經濟不穩定的潮流之下呢 我們兩岸的這個 共同的同胞們呢 也能夠一起 往順利的這個方向發展 好順 平平順順 一切順利 陸希你呢 我寫的這個字 平時可能不太用得到 它的讀音叫 銀 這個應該是古漢語裡面也有 然後它原先在古漢語裡的解釋 是光明的意思 但是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是把上面的這兩個 簡體的桿 可以把它聯繫起來的話 它有點像簡體的開字 然後呢 它就像是開火兩個字 把它併在一起 那其實這個字也是在前些年網絡的 用語裡面很流行的一個講法 就是講 尤其是在電子競技裡面 講到我們要拼權力 要拼勝利的時候 很喜歡用的這樣的一個字 那我新的一年對自己的期許也是 我希望我自己還有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們都可以通過一年的拼搏 贏得最終的光明 好 謝謝陸希 先說文解釋又一個 好 丁姐 這不好意思 這個就我原先以為了要寫一個詞 一下跟我說一個字 我轉不過來 我還是把我那個想個半詞的 這個美中不足四個字帶過來 那其實我有兩個意涵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過去這一年 因為中美貿易大戰 全世界都很爆漢 美中不足 但其實這四個字呢 是大陸一位領導 那個時候跟我說的 在什麼時候呢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 全世界瘋狂那個世界足球大賽 世足賽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世足賽裡面 美國跟中國兩個國家都 不參加 沒有參加 不要說是什麼冠亞軍了16強 連32強都沒有打進去 那個墨西哥跟韓國還打進了32強 所以那個時候 北京那位領導就說 這個美中不足嘛 美中不足 那我 像我今天帶著我們的漢字來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但是還是遠了一點 要我們上了年紀的人 特別能夠去體會 老祖先留給我們的智慧 對年輕人來講 看足球賽不是挺好的嗎 我再多講一句 我曾經跟我這個 這個邊上的 這個獨派人士在那邊論 我說我真是不懂 今天我們全世界 有我們這樣的國家元首 跟人說他是日本人 還有我們的執政當局 在那抱美國人的大腿 我就說如果今天日本人 足球隊他打贏了 諾貝爾獎他拿去了 你說你欲勇榮 別人會說你噁不噁心 太馬屁了吧 但是如果今天中國隊打了世界冠軍 中國人拿了一個諾貝爾的冠 拿了一個諾貝爾獎 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我們真是欲有榮焉 為什麼 同文同種 大家都是黃顏子孫 不是嗎 所以特別還是把這個 美中不足的足字 特別還是帶出來 其實足字跟順字 心字一樣 也都是一個滿正面 好 豐哥 我就是一個字 心上面是繁體字 下面是簡體字 為什麼要心呢 因為我覺得千里之行 死於足下 2019年應該是一個 非常好的開始 當然也有人說 2019年是一個非常關鍵 非常危險的一年 但是我始終抱持一個陽光 正面的一個看法 我認為千里之行 死於足下 2019年是一個開始 什麼的開始呢 中華民主偉大復興的開始 我希望中華民主偉大復興 我希望我們中國人 在全世界的所有的角落 只要我們出現的時候 所有的外國人都豎起大拇指說 中國人了不起 我希望我們共援中國夢 希望我們中華民主偉大復興 好 漢婷 我寫的是一個成功的成字 因為一開始是詢問說 這個新年的願望是什麼 那其實我自己的願望是希望 我在競選的時候所提出來的政見 都能夠盡快的兌現 還要盡快的為民謀取福利 所以我們希望要能夠實現 跟兌現政見要能夠成 那當然成這個字呢 如果它用在個人身上 就是要希望大家都能夠當一名君子 因為君子有成人之美 我們要盡可能的幫助別人做好事 那麼當然如果我們放大來看 就是一件事情呢 不論我們希望它好 美 行 可 但是呢 沒有成總是不行的 所以我要接續王峰社長講的話 我們也希望兩岸關係的未來 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們不僅是一個願望 希望更希望最後這件事情一定能夠成 好 聽了各位我覺得我好像是個貪心的人 因為我覺得足啊 順啊 心啊 成啊 對我來講還不夠 所以呢 我要旺 日日稱王 當然要有太陽 還要有王 台灣旺 大陸旺 兩岸旺 中國人旺 我們一定要旺 有機會 先 bond 一樣 aw 啥 因等 她 那 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